环游欧洲第十七国 意大利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意大利最大的城市 米兰 它位于意大利人口最密集 发展程度最高的伦巴底平原上 历史悠久 今天以时尚观光与建筑景观闻名于世 米兰也曾经是文艺复兴的重要中心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都在此工作 留下了最后的晚餐等艺术珍品 米兰是世界公认的时尚之都 米兰时装周起源于1958年 是全球四大时装周之一 另外的三个是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时装周 满街的名牌时装店 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字 贵 两个字高级 埃玛努埃莱二世长廊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 是一个带顶棚的拱廊街 两条玻璃拱顶的走廊交汇于中部的八角形空间 顶部是一个玻璃圆顶 修建于1865年到1877年之间 它坐落在意大利米兰主教座堂广场的北侧 米兰主教座堂从始建到建成共花费了六个世纪 是意大利最大的教堂 因为建造时间很长 所以它的风格包含了歌特式 新古典式和新歌特式 是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 我还是觉得巴塞罗那的圣家堂更漂亮 中文艺复兴时期间 我们在米兰逗留期间 还特意跑了一趟城外的奥特莱斯 里面的品牌众多 价格也十分的美丽 当然 在米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 自然少不了正宗的中餐 我们俩的中国味再次满血复活 好 散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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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